中国红色通缉令首犯杨秀珠案 星期一在纽约继续开庭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审理 法官仍未作出最后的判决 杨秀珠命运仍未最后确定 下面我们联系美国之音 驻纽约记者方斌 方斌你好 许伯你好 星期一的审理情况如何呢 你看到杨秀珠 他在法庭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的 昨天的庭审从早晨八点半 一直进行到了将近十二点 原定是三个小时 实际上是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 那么由于杨秀珠是一个庇护案 所以隐私需要保密 全城都是闭门 就跟过去一样 法警也知道有不少的记者 在现场守候 因此就反复的警告不得照相 那么最后杨秀珠的律师柯自明 出了以后就被记者围住 问到庭审的情况 我们现在所有的消息 就都是从杨秀珠的律师那得到的 那么他告诉大家 法官仍然是没有做出决定 那么杨秀珠昨天 我到法庭的守候室的时候 正好他法庭的门开着 看到他仍然是穿着橘红色的球衣 但是看上去他的脸色和情绪都还不错 虽然戴着手铐和脚镣 周末的时候有关杨秀珠的消息 可以说他12年逃亡以来 首次的被披露 那么世界日报采访了他 杨秀珠在监狱里面 他是可以定这个世界日报的 因此他知道外面的消息 也知道记者在关心他的案子 徐伯 那上个星期我们知道 杨秀珠案已经开庭了一次 随后有传言说 他政治庇护案被拒绝了 但是获得了反酷刑保护令 那么星期一为什么又要庭审 而还没做出判决呢 显然星期一的庭审 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那么简单 那么律师在出庭以后 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就是说究竟这礼拜一的庭审 是有关于政治庇护 还是有关于反酷刑 那么这位律师表示说 是两者都有 两者都没有做出决定 那么也就是说 星期一的庭审仍在继续 那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 是证人还在被传出庭作证 那么律师表示说 这个案情比较复杂 证人很多 根据观察 星期一在这个后庭 这个等候室里面 我们看到有杨秀珠的弟弟 杨秀珠的弟弟 和另一位姓杨的中年妇女 先后地被传进法庭进行作证 那很显然就是代表政府一方的律师 和代表杨秀珠一方的律师 仍然在法官的面前进行交锋 徐波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方明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杨秀珠案的这个程序 下一次开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还会审多久 另外你预测一下 可能的结局是什么 根据律师表示 下一次开庭的时间 在11月19号 换句话讲 就是距离现在 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那么昨天的庭审 跟上一次庭审 之间只隔了一个星期 因此有移民律师分析说 证人对证的这个阶段 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半时间呢 那么有这个移民律师说 有可能是需要补充材料 有可能是法官需要 对控辩双方的这个证词 进行考虑 最后来做出决定 我认为杨案的核心 就是他最后 是不是会被遣返回去 那么无论是他得到政治庇护 还是得到反酷刑的保护 只要得到其中的一种 他就能免于被遣返 好 徐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你